大進場黃珊珊 柯文哲 替自家港湖議員參選人站台 只不過前一天黃珊珊 才同台時代力量同選區的議員參選人 想要積極整合第三勢力 想當第三勢力母雞 或許從這點就能看出端倪 進總策略長翟本橋有實力背景 能和黃國昌牽線 團隊還一路和柯文哲 競選幕僚開會討論好久 才敲定這場黃白同台 可是要選市長人 他一般來講是要 要爭取那個最大多數 那所以如果是 比黃珊珊的立場 那個黃國昌要支持他當然很好 不只要跟實力和 其他勢力柯主席全都要 朋友要多敵人要少 不一定是時代力量 其實不管國民黨 民進黨 時代力量甚至無黨籍的 我們都可以找我們比較 理念比較接近的合作對象 他有包含激進黨嗎 如果他要給我支持的話也沒意見了 不過港湖區的激進黨參選人 吳戴欣開轟 黃國昌和黃珊珊同立場 是不反紅帽的政客 黃藍白融合就是共產紅 面對狂扣紅帽子的對手 柯文哲也展開雙手歡迎 畢竟柯主席要挑戰2024 總不能只放眼北部 你用掌聲鼓勵一下人家小 像是柯媽才剛找完 被國民黨開閘的苗栗議長 中東景 柯家分進合集找被大黨遺棄的 戰友布局全台態勢明顯 畢竟想在藍綠夾縫中生存 戰友不嫌少 畢竟新聞朱光紅專業於台北成本島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